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新年快乐啦 今天是1月1号 2024年的1月1号 那刚好呢,我朋友这边的兰花也在开花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特殊的兰花 你有想象过兰花的香味是什么香味 我们在闻兰花的香味的时候 其实它分成很多种形态的香味 有像是加德利亚兰浓烈的香味 闻起来很浓烈 那有像是西雷里亚 西雷里亚有些的香味是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味 那还有什么味道呢 像这一颗呢 它的味道就非常非常的特殊 那所以因为它的味道非常的特殊 所以它也有特殊的一个名字 那这个称为墨香石虎 茉莉香味 那是真的茉莉香味 就是你闻到那个买过去外面市场 有时候你外面有人在卖那个茉莉花 茉莉花的植株 你把它拿起来闻就是这个香味 一模一样 这种茉香石虎呢 其实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石虎兰 那其实它分成好多种形态 有那种形态是比较短的 那有形态是比较长的 那算这个就是比较长的那一种 那每一种形态 状况不太一样 那同样都有这种茉莉香味 它虽然呢 它是石虎兰的一种 然后它的花你看是长成这样 很可爱的样子 那不过呢 它有一个很重大 为什么你看市场上不太常看到它 比赛也没看到 或是有时候你在看到那种花式 你也很少看到茉莉香石虎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先天的缺点 看起来像一种很漂亮 它可以开很多 你看它每一个芽就可以开一朵花 那花呢 是那种低调的黄色 那中间是带有那个很可爱的带状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你在市场上不太容易见到这一种石虎兰呢 第一个它要强制造 那第二个呢 是最大的问题 它的花期短 有人觉得花期短没什么差别 放个三天五天应该都还好 茉香石虎呢 花期就一天 最多一天 有的时候一天多一点点 那跟品种还有关 你像有些兰花 它的花期非常的非常有趣 非常非常的短 特别是很多的 很特殊的风兰系列 都是短花期系列的兰花 多短呢 甚至我还有半天的 早上开下午和调都有 像我们那个有朋友种 那个高士佛风兰啊 那个早上开起来 大概到中午以后 它就快合起来了 台湾风兰也是这样子 早上开 到了快中午的时候 慢慢的就合起来了 那这种茉香石虎呢 还好 一天花 大概就是一天 兰花呢 有一种 有一系列的兰花 就是那种 短 开花期非常非常短 就是你短到你 觉得不可思议的 有的时候是半天 有的时候是一天 那相对而言呢 茉香石虎 在这种短的里头呢 算是比较长的 大概可以到一天左右 基本上 像我现在是来的时候 是黄昏 还开着 你就知道 它几乎是一天的时间 所以 这种可爱的石虎兰呢 为什么在市场上 不太常见 因为呢 来不及拿出去卖 它就开玩花了 人家看不到它的花 它就已经开玩了 所以这个是 非常的 非常的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茉香石虎在市场上 比较少见一些些 这种茉香石虎 有分成很多种形态 有比较长的 有比较短的 应该是不同种 那但是问题是 在市场上 并没有把它区分出来 但是之前我在 我朋友在种的时候 我就发现它有 很多种不同形态的个体 像我朋友这边也有 那这个就比较长 它的那个植株比较长一些 那茉香石虎这一类的 很喜欢 很容易变成一个球状 就种种起来 就像一颗球一样 不过它的中间 有时候会长太密 会死掉 所以基本上呢 有些种到一定的大小以后 会拆 把它拆开来以后 它中间比较不会产生 那个死亡的现象 因为没有阳光而死掉 好 新年快乐 我们下次见 拜拜